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想跟大家講的題目是上升通道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升了354點,收報26681點,成交有704億 今天港股成交不算很多 不過反彈的幅度已經是個幾星期以來連續下跌了這麼多日 以來最高的一天的反彈 算是個幾星期以來最好有些盼頭的日子 為什麼可以有些利好的走勢出現呢? 最主要就是中外都有些利好的消息 先講內地,今天人民銀行進行了1800億元七天期的逆回購 這個逆回購操作就將利率下調了五點指,去到2.5厘 下調了五點指,雖然不多 但是已經是事隔四年以來首次下調利率 都是一個重大的刺激 今天由於沒有逆回購到期 所以等於正投放了1800億元人民幣 數目也不少 刺激到內地股市也做好些 今天內地的證券股也做好些 因為也有一個傳言 就是說H股傳流通的問題 所以刺激到港股有反彈 這個第一 那外圍呢 大家知道美股都創了新高 道指上星期五晚也創了新高 還有就是因為美國的白宮顧問 傅德洛走出來跟大家說 就是說有機會達成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雖然這個協議未必是集特兩個元首去簽署 但是有機會是部長級去簽署 無論如何,總之達成到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的話 我覺得都會對股市是有幫助的 當然,如果是集特匯的話 刺激更加大 如果是部長級的刺激就較為小一點 新華社也報導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在星期六的時候 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裁長老陰通過電話 雙方圍繞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各自核心關切的問題 進行了建設性的討論 並會繼續保持密切交流 傅德洛就說 中美首階段的談判已經進入尾聲 令市場憧憬可以簽署到這個協議 記住,現在這個憧憬又回來了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圖 今天說上升通道 原因是恆子似乎是一個上升通道之內的運行 應該說前個禮拜 應該說前個禮拜 其實升到27,900點是最高的 27900齊頭的時候 跟著又說 因為美方不願意減關稅 其實特朗普的Twitter的說法 I haven't decided yet 即是他說 我尚未作出這個決定 究竟會不會減關稅 他沒有說一口否認 會減 也沒有說不減 當然 也有些鷹派人物走出來是否認的 因為當時是有這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上電視在霍氏電視台 你知道等於這個美方 美國的官台 現在是 就在那裏說不會減的 這個強硬派的納瓦羅 就說明說不減 但是特朗普其實就說他沒有決定 那市場當然當是不減 於是就一直不停下跌 砰砰砰砰砰的 總共差不多跌了1,600點 接著現在才有一點反彈 如果反彈一半大概去到27,000 這些水平 現在要看能不能夠反彈到 上去一半 無論如何 現在暫時來看 其實由8月15日這個低位起 到11月初這個高位 就是由24,900到27,900 剛剛好這個3,000點裡面 其實這個上落就似乎 沿著一個上升通道運行 如果跌下來大概26,000這個通道底 估計應該都是有比較大的支持 沒有那麼容易跌得穿的 有一個反彈 反彈但是暫時都要看這個形勢而決定了 好像現在這樣有兩大中外的因素 好像就是內地肯減息 外圍就是又吹回和風、暖風 就是中美貿談那裡有機會達成協議的 這樣就有得彈 如果那個協議那個風越吹越好 就有得上去摸一下那個上升通道頂 當然如果那個協議那個吹淡風 就下來了這個上升通道底 但是這陣子其實就彈得不多 不是好像美股那樣創新高 就有一個元素在裡面的 就是本地事件拖累到港股那個反彈幅度 受到限制這樣 大家明白了 所以如果你看國企指數 它都一樣是一個上升通道裡面運行的 那埋近通道底估計就有些支持 大概1048點 那也是彈幾多 就看這個中美貿談那個說法是怎樣 那如果我自己個人來看 我就是對中美貿談比較樂觀些 我覺得會達成首階段協議的 好了 那講完這個上升通道的問題 那講一下個別股份 今天貧指成份股裡面 雖然升幅是第四位 大寮於這個股重磅就是騰訊 它彈成3%就是貢獻量很多 所以支持到港股今天 以一個高位收市 你看到騰訊是光頭陽足收的 今天升3%上回來330元收 你看到其實底部大概320元這些水平 暫時來看是有支持的 每次跌下去是有些反彈 但是它又未必一定彈得很高 所以目前只能夠 如果你是搏反彈 都只能夠是偷步小駐買入 也都並非搏反彈的首選 因為你不見得到它 真是有一次很強力的反彈 都抽上來 暫時都應該是 最多是少住 甚至乎繼續觀望著 等到有更加利好的消息 才再考慮這隻股份 那橫子成份股裡面 今天升幅最大的那隻 就是吉里汽車了 升4.46% 主要都是因為 其實一個禮拜之前 都炒過汽車股 就是說內地的汽車股 有些復甦 當時長期公佈了一個數字 就是比較好的 就是長期公佈了10月份 汽車銷量增長4.5% 那自己股價上升 那現在都是大家估計 吉里的銷量都比較好 那所以就有些反彈 事實上你看到它反彈上來 15.44% 其實距離 之前這一天的高位 15.78%相差不遠 換言之 就是說 其實港股跌了千幾點 吉里汽車這些 沒有什麼跌 那就是強勢股 那強勢股大家明白 就是強勢股 如果它主要的一個 上升的原因 就是說現在看好它那個 復甦這個原因 繼續存在的話 我相信它都繼續保持強勢 甚至乎有機會繼續上升 所以吉里汽車是值得看好的 好了 鉗子成份股裏面 另外第二隻 升了很多 瑞星 瑞星今天升4% 這兩隻都跑贏 這個騰訊 瑞星升2.05元 收補53.25元 其實瑞星早前公佈了業績 就是說它第三季收入是50億 按年升3% 不是很多 但是純利還要按年跌29% 當時有很多看淡 結果其實 都只是等一等下來 現在又上回來 公佈完業績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小回吐 然後上回來 因為關鍵不是第三季 而是未來 第四季 其實管理層都出來 跟大家解個話 就是說 覺得其實第四季會更加好的 因為iPhone賣得好 iPhone賣得好 對它是受惠的 所以市場其實基本上 你見得到 躺一躺下去 就上回來了 就是憧憬它 其實第四季的手機設備 做得好 你見到港股其實近來跌了 又是千幾點內 這隻股如果用收市價來計 今天53.25元 可以說是已經破了位 是這一段日子裡面最高的收市位 以收市位來計 就已經破了位 所以是不是值得看好呢 值得看好 另外一隻股就是石藥 石藥今天公佈業績 今年九個月以來 就是三個季度的營業額 就有167.6億 按年升了27.5% 不錯 營業額升得 純利有28.1億 按年升24% 這樣也OK 雖然沒有營業額升幅那麼大 這樣也OK 因為大家本來很看淡的醫藥股 現在也算是OK 有24%的升幅 按業務劃分 首九個月集團 承約業務收入按年升35% 去到133.87億元人民幣 是人民幣 維生素C就增長15% 維生素C不用怎麼理它 抗生素業務也是 增長17%不用怎麼理它 這些很細 最重要就是承約業務 增長得好 現在來看都不錯 承約業務有35%的收入增長 雖然不算增幅很厲害 24% 但都叫不過不失 這隻股 近來升幅了20元 這隻股如果有些回吐的話 我覺得 你說回到前浪頂 大概19元這些水平 這股股是可以考慮的 其實是值得考慮的 因為它有20%多的增長幅度 其實不算差 真的不算差 可以說是挺好 事實上那些承約業務 這股股有機會表現得 明年會表現得更加好 因為它有更加多的 新的藥會推出來 不只是單靠傳統的那些 因必譜 所以如果有回吐 我覺得19元左右 是可以考慮的 這隻股 好了 所以幾隻成份股 做得好一點 有些好像騰訊 有些反彈 有些根本站在高位的 吉利 瑞星 石藥這些 沒什麼跌的 這些強勢股 都還是有市場資金追捧 好了 最後跟大家說一隻 業績股 它不算是 恆子成份股 那些重磅股 它是一隻 中小型股 敏華 中型股 但是它某個範疇 做得比較好 就是那些 功能的梳化 那些就是龍頭 大家原本 其實這隻股 是被看淡的 因為怕它 打中美貿易戰 就不利它 結果它現在公佈的 上半年度業績 去到九月子 的純利 都有增長的 雖然不多 只有單位數 6% 但是 都算是有增長的 市場對它 重新看好一點 所以這陣子還行之後 今天有點像破壞格局 升了8.4% 我覺得這隻股 其實都是偏低 不算貴 幾倍市盈率 如果大行來說 花旗認為 它的業務和收入有改善 覺得2020財年 即是明年3月子的年度 收入會按年增長 1.9% 去到55.9億 純利 這個中期 純利 上升的6% 去到7億 表現優於該行預期 所以 就看好它 給目標價 去到6.8%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股 今天分析大致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